都是 都是 基地温差太大了 白天三十二三度 然后 一到一到晚上的时候十几度 然后导致小家伙们重感冒了 你看 去医院刚好今天去医院接狗 打打两针好了再说吧 然后咱们的丫头也是 丫头也重感冒 不过精神都没问题 但是就鼻涕 浓鼻涕一大堆 哼唧哼唧的 不舒服吧 刚好都带去医院吧 打两针 你胃口这么好啊 你吃好了一起出发好不好 省得难受了 对也不能吃多你要多吃饭的 宝贝 丫头 丫头走 来开门 来开门走来 丫头 来出去快 莫莫不要跟着我 丫头 吃饱了才有体力好得快 丫头 菲菲还有 那个是 给安妮 她们鼻子上都是浓鼻涕 你看她流的 好 好来撤一下前面 丫头一脸不可置信 温柔点呀 如果不是前面的话 估计就是动感冒 温差太大了 肌地白天三十二三度 晚上十 十度 丫头我乖乖的哈 医生你好有耐心哦 三个鸡 鼻涕全吃了 哎呀 昨天发现她的时候那两个弄鼻气 一直都嘴边 哎呀 不是吃了是甩掉了 然后这个是 丫头还有菲菲安妮的 测全温的 还好没有病毒 只是重感冒 先就是留在医院 治疗几天打几天消炎针吧